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全球遥望 我是郭重文 前一时候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他发表了一个南海声明 这个事情引起了很多关注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 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的 宋岩辉教授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 宋岩辉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我想先请教 为什么蓬佩奥 他要这么高调的宣布 这个美国的南海政策 他这个声明 他的目的是在哪里 那这个是因为 目前美中的关系 越来越恶化 他在上面加码吗 还是说他用这个东西 来争取东协各国 对美国的支持 你觉得呢 我的观察是 当然跟中美的关系 恶化有关系 跟拉拢或者支持 东协会员国的立场 主张也有关系 那他的主要目的 我们可以观察到 他的时间点 为什么选在7月13号 事实上这个时间点 跟2016年的南海仲裁法庭 所公布的裁决 或是最终判断 这个时间点是相当一次 就是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是他的目的 我是觉得 他在加码 加大力度 向中国大陆施压 要去遵守 这个南海仲裁决的 里面的一些的宣告 或者是法庭的认定 那他的当然 他的目的 也是在拉拢一些东协国家 对抗中国大陆 是 是 你说到就是2016年南海仲裁 那个我记得也是 7月的时候 等整整4年以后 他这样子来讲 那但是我的印象是 4年以前 其实欧巴马政府 当时就是表示 他全部赞从南海仲裁庭的立场 那现在美国立场 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那美国也同时讲说 对于南海主权的纷争 他维持中立 不持立场 那究竟这一次的南海声明 有什么不一样 有人讲说 他更着重视实行的部分 就是他可能真的以 武力来执行这个 南海仲裁庭的 这个决定 你觉得呢 那个主持人 您说的是正确了 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 12月 美国的国务院 针对南海仲裁的裁决呢 他已经有一个照会 把那个南海仲裁的一些的 海洋主张 反对中国大陆的海洋主张 美国的立场 讲得很清楚 所以从2016年12月到今天为止 美国的包括联合国的 那个美国的联合国大使 Kelly Craft 包括他的国务卿等等 他们的论述都跳不出这个范围 但是跟四年前有什么不一样 我是觉得他是一个外交表态 更加明确 更加的像中国大陆表示说 我现在这个主张更明确 那另外让这些东协国家 或是国际社会 让知道美国的立场 他现在是有这个立场的声明出来之后呢 他后续一些的动作 可能justify 不是说强化 或是怎么样 可能就有预计 所以说不一样 可能我们可以说是 不一样的地方 包括比较细节的地方 比如说真母暗杀 他在这个声明里面讲真母暗杀 他的法律地位 在国际法上面 可不可以主张领土主权 或是海洋权益 他讲得非常清楚 那其他的像说什么仁爱交 美濟交 他过去都讲过 所以主持人 我是认为说 这边是 可能是一个转变 就是美国的立场 从过去的中立 到介入 低级介入 变成高调介入 高调介入里面 就有一些的 就有风险 说不定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聊 到底中间的南海角力 博弈 有差强夺 那说到说 我们知道2016年的时候 当时仲裁主要是因为菲律宾 提出关于黄岩岛的争议 那那个时候并没有谈到其他特定的地区 但是这一次南海声明 美国特别讲到越南的万安滩 以及马来西亚外海的拉克尼亚浅滩 这些事情是很具体的 这个也跟最近中国大陆跟越南以及马来西亚之间的纷争有关 您能不能谈一下这个是不是有某个程度的更具体化 而且更针对性美国的立场 其实南海仲裁是2013年到2016年 那这里面不是只有针对黄岩岛 因为黄岩岛是一个trigger 然后中国大陆跟菲律宾在黄岩岛一些的冲突 所以使得菲律宾决定要提出这个南海仲裁案 但幕后到底是谁在下支岛期有没有介入等等 我就先不讲了 但我们大家都知道 但是就是在这里面的过程里面 就是南海仲裁里面 刚才所讲的一些的万安滩 甚至包括北康暗杀 今年所发生的一些的冲突 就是中国大陆跟马来西亚在北康暗杀 中国大陆跟越南在万安滩 甚至包括中越岛附近 中国大陆跟菲律宾军建的一些的冲突 这些都是使得说美国在今年半年里面 他的我讲的时候法力战 他的加大力度扩大战场 上升到联合国 上升到联合国的大陆交层确线委员会 上升到国际海洋法庭 中国大陆籍法官的连任的问题 或是说选举的问题 所以他有在加码 所以美国这方面 他在内容里面针对这些岛礁的海洋地物 或是低潮高地 甚至在水下面 完全这么暗杀全部在水下面的话 不可以主张领主主权任何的海洋权益 他更加的明确 所以他在整个 刚才主持人所讲 就是说在越南的专主经济区 大陆交层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这里面很明显他选边站 选边站是选择根据 美国所了解的海洋法公约 复以沿海国在他的大陆交层 专主经济区所所有油气资源 海洋渔业资源 这个主权权利 所以他已经选边站在那边 选边站在那边他必须说什么呢 中国大陆在这边的活动 在越南重叠区的专主经济区 在菲律宾跟马来西亚的大陆交层 他说这是非法 但是他已经把中国大陆在南海的主张 完全说unlawful 这是非法 菲律海洋法 也根据2016年的裁决 所以是美国的本国立场 从这个声明里面我们看得出来 加大 扩大南海的法律战 按理来说 就是说这个是有 比如说对于专主经济区域 里面是有争议的 有争议的话 这一次比如说在越南的万安滩 或者是在我们讲马来西亚的 这个您说的北刊岸沙 也就是拉克尼亚浅滩 有油气探勘 越南是在去年7月 今年4月是在马来西亚 这油气探勘 按理来讲 是由越南跟马来西亚公司在做 但是彼此之间如果发生争议的话 这应该有一个处理的机制 这个处理机制按理应该要怎么样 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是 完全在马来西亚跟越南这边 认为大陆没有权利 大陆是不是完全没有权利呢 这要怎么看这个事情 首先我必须强调一点 就是说在南海的海域 尤其涉及到专属经济海域 和大陆交层来讲 是有一些的所谓的重叠 和争议的海域 那这个重叠跟争议的海域 衍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九段线 大陆所在2009年5月份提出来画的那一张图 九段线 所以这里面的争议就出来了 在湾安滩这个地方是不是在九段线里面 或者北康暗杀是不是在九段线里面 是在里面 是在重叠区里面 所以说越南跟马来西亚邀请的其他国家的 包括它的国营的石油公司 其他国家游记开发的公司 叫达船在那边进行 那你说你中国大陆要不要反应 要反应 所以从某些角度来讲 这个我们讲trigger 谁是谁是启动这个冲突 不见得就是我们要平衡来看 就是中国大陆他被迫 他必须做出动作 就像2009年一样 他必须要反制 因为那个2009年马来西亚跟越南 首先提出像联络国的大陆教程 确认为提出化解申请 就是讲外大陆架 或是延伸大陆教程 那你是一个主权国家 或是说你中国大陆 或是我们中华民国 我们要不要做一动 当然是要 好那回到您刚才所讲的 有没有机制 当然是有机制 就是说这个联络国海洋法公约 按照它的规定 你要去主张 延伸大陆教程 或是你的大陆教程的 这个主权权利 当然有包括矿产 矿产 尤其之间的 你必须提出申请 提出申请之后呢 联络国的界限委员会 要针对做出建议 recommendation 所以通过之后 你采购就是你的 但是因为有争议 在2009年提出来的越南 马来西亚跟越南先联合提出来 后来越南单独提出来 就把南海整个北边跟南半部 北半部的大陆教程 全部南瓜了 那现在同样的道理 是去年12月 马来西亚向联络国的大陆教程 界限委员会提出来 南半部 南半部的这个大陆教程 就是他有他的权利 那这个地方 这个机制来讲 就是有争议的话 照理说不会去 不会去处理 那有争议的话 事实上 国际法 或是联络国海洋法公约 针对争端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 越南跟中国大陆 马来西亚跟中国大陆 事实上要先协商 就是联络国宪章 和海洋法公约279条 就是先是negociation 你们去协商 协商到后面 可能是沃贤 到后面是准司法 或是仲裁到司法 那这个是个过程 那现在还在 还在就是 Action Counter Act 中国大陆踩这个动作 越南踩这个动作 一直在升高 那升高的过程 美国就介入 美国介入 很明显是挺在这一边 那挺这一边的话 就把中国大陆的主张 完全就是说 九段障非法 历史性权利 所以你没有权利 所以美国现在 是在挺这个地方 那这个机制来讲的话 越南有考虑说 可能要考虑 采取菲律宾的做法 提出仲裁 那我总是认为说 有时候这是我们两岸 包括太被动 有时候你为什么都是 让马来西亚 让越南菲律宾 想去考虑仲裁的 我们中华民国 就会提出说 南海的倒椅主权 是我们的 当时Bill Hayton 在写那本南海的时候 他说如果说到法院打官司 谁赢的是谁 是中华民国 意思就是说 有时候太被动 所以有时候在 你可以提出解决的方式 那解决方式 当然最好说比较简单说 我的政策声明啊 我的和平倡议啊 然后我也可以提出 那我们也提出一个仲裁啊 南海仲裁 当然没有错 我们在国际社会上面 国际法院联合国的 不是第一个国有困难 但是外交上面的公式 外交上面的作为 应该要提出来 那我提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其实这里面好多层啊 比如说越南跟马来西亚 在他们自认为是自己的 专属经济海域来做游戏探勘 大陆这边觉得他们不应该 然后大陆的方式不仅是法律 同时他也派这个武装的船只 希望能够把他们驱逐驱赶 那这已经对于越南或马来西亚来讲 他们觉得大陆是在欺负他们 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武力能够抗衡 现在美国又进来了 美国这边是说 我有相当多的武力 我完全站在你这边 所以会能不能这样讲 就是说原来大陆也许不这么应该 但是美国这样子也是更不应该 是怎么样来评断这种生命 这个国际政治啊 真的是就是 像美国在南海声明里面 他讲说 Might is right 就是公平就是公平 那国际社会上面 就是说每个国家啦 照理说应该用诚讯原则啦 用和平方式来争端啦 但是当你越南做出一个动作的时候 比如说四月份的时候 越南的渔船被撞成嘛 那撞成的过程 很多媒体的报道没有详细 到底是怎么样发生这个撞船的事件 甚至说马来西亚的这个调查船 被中国大陆干扰 那你为什么没有说 所以媒体的报道 有时候我是认为说是选后半段 没有选前半段 所以不是完整 那这个地方我个人的解读是说 有西方的偏见 或是某些针对就是去中国化 或是反制中国大陆的崛起 某些的意志形态在里面 我们就先不讲 但是很明显的 南海现在已经是上升到中美的一个战场 中美关系的恶化 贸易 香港 新疆 华为 等等的一直暴害台湾问题 全部在里面 所以它恶化整个再加上美国的选举过来 所以这里面的发展过程的时候 南海变成一个抓手 美国的抓手 那抓手的话 中美的博弈 东美在这边的擦枪组合可能就很大 我最后这一节结束前 我想特别问你一个事情 就是真母暗杀 你刚刚也前面提到 我们从小的课本是跟我们讲说 真母暗杀是我们最南端的领土 当然这是按照中华民国主权的传统概念来看 但是在这一次美国南海森林里面提到 真母暗杀距离马来西亚只有50海里 距离中国有一千海里 这个从这样子来看的话 真母暗杀不应该是属于中国 而且这还不是领土 真母暗杀它是不是岛礁 不是说漏在水面上 是淹没在水里面的 那这个陈述 其实跟我们在台湾跟中国大陆的 从小被交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在回答你这个有关真母暗杀法律地位之前 我必须要向各位观众大家指出一点 1982年的联络国海洋法公约通过 1994年生效到今天为止 这个公约对中国大陆是有约束性 对南海周边国家有约束性 但这个公约的确赋予越南 马来西亚 汶来 菲律宾 印尼 这些国家主张200海里的专属军金器 和大陆教程 那从南海的地理来看这些周边国家 他的确是有权去往那边延伸200海里 所以南海这个因为海洋法公业的通过生效 的确对我们就是说传统上面 我们的海域海将是有影响 但是不能够不接受 所以他不能够不接受的时候 你现在就要征就九段线或是历史性的权力 或是大陆教程 你要是要上升到说历史性权力 包括游记资源开发吗 包括高支部高法官 大陆的学者又指出这个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要 可能就是有些公约的规定 我们不能够放大 那就回答真母暗杀 我记得邱王达教授 很早在1970年代80年代就写的文章 就里面讲说中沙群岛 几乎大部分的海洋地物都是水下面 我们怎么说中沙群岛是我们的领土主权呢 这样的道理 真母暗杀水下面20公尺 国际法上面 你不可以主张海下面的地物是你的领土 比如说冲之鸟 日本的冲之鸟 为什么日本花了这么多钱把他围起来 就怕他沉上水下面没有领土主权的 那个主张的权利了 所以真母暗杀 我是觉得我们这个领土 最南端的领土 这个领土你的概念是海洋领土 海洋疆界 我们讲蓝色国土 那蓝色国土这里面 然后最南边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真母暗杀是包括在我们的 譬如说太平岛往南边画下去 200海里 假如太平岛当然就是我们认为说 可以主张200海里 那我们的蓝色国土或是海洋领土 这个地方从那个大的概念 是不是可以到最下面去 所以这看你怎么看 怎么去解读 但是从国际法理上来讲 真母暗杀的确是水下的 submerge 不可以主张领土的钱 所以从你刚刚所说的 就是说虽然这个九段线 是一个历史领域 但是这里面是不是我们可以 据此来讲 我们有200海里的经济海域 专属经济海域 这是两回事 其实200海里经济海域 我们更现实一点 应该要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来看这个事情 是不是如此 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没有错 所以这样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在南沙的南沙群岛 这些岛礁包括最大 当然最大就是太平岛 我想自然形成的 那人工我们就不讲 所以最大就是太平岛的话 就是说你能够主张200海里 你还是到后面还是要化界 所以化界的方法 74条跟83条 就是74条是专属经济区 就是跟有重叠的话要化界 83条是大陆教程 即使你太平岛 说我们太平岛 假如真的就是说 根据国际法的规定 海洋法公约121条 我们可以主张200海里 你还是要跟菲律宾画 对没错 可以画到多少 所以我刚才讲说地理上的限制 真的是对我们是不利 那这个是国际的现实 你已经批准 我想大陆批准了 那我们是遵守了 所以这个地方对我们不利 所以最好的方式 我是觉得说还是说 根据74条83条 海洋法公约123条 半封闭海 也就是说各自争议 共同开发 大家分享把南中国海变成一个 大家可以和平共同分享 始终的一个海 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好的 好我们等一下下一节 我们继续跟宋教授来谈 就是我们前面谈的是很具体的 这一次海洋 就南海声明 但是这后面有非常多的国际政治的 互相的折冲在里面 其中包括东协的立场 包括美国有没有可能借这个声明 作为一个将来打一场小战争的一个借口等等 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谈